6月9日第21届上海电视节期间 由阿里巴巴影业集团 北京陈祥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联合出品的《古剑奇谈2》 举行项目启动发布会 导演黄伟杰 编剧李冰华 雷心灵等主创阵容首次曝光 《古剑奇谈》改编自上海竹龙创作的 同名游戏剧情小说 2014年由李一峰 杨幂 陈伟廷 马天宇等扬眼青春偶像主演的电视剧 已经开播就收获无数粉丝的支持 创造收视神话 据主创介绍 改编自同一部小说的《古剑2》 与《古剑1》有不少内在关联 但两者的剧情和人物并不相同 因此电视剧《古剑奇谈2》 并非《古剑奇谈1》的续集 现场还通过Flash短片的方式 说出了主创和粉丝的心声 向漏洞摆出的剧情Say No 向五毛钱的特效Say No 向打酱油的女主角Say No 阿里不惜重金从网言圣堂手中 奏得《古剑奇谈2》的版权 我们不是呈现游戏影视化的好 我们打造的是2015年 互联网生态系统的《奥》 在《古剑2》中 我们要像漏洞摆出的剧情Say No 要像五毛特效Say No 要像打酱油的女主Say No 你不会以为这样就够了吧 No 阿里古剑结合好 古剑粉丝非常糟 行曲很硬 党气很硬 阿里古剑都说行 看你行不行 夜思娱乐新闻中心上海报道 没评论 是